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试验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11集 在Luminar 4当中有两个非常神奇的工具可以瞬间改变照片的色调 用好了这两个工具可以让照片立刻看上去色彩斑斓 它们就是照片滤镜和色调分离工具 你是不是也一直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呢 在介绍这个功能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使用这个功能前后的对比效果 只给照片套上一个颜色滤镜 居然会出现如此神奇的效果 这个操作有没有让你大吃一惊 这个呢就是在专业界面功能中的照片滤镜工具 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原照片的基础上添加一个颜色滤镜 套在整张照片上 这在胶片时代呢就已经很常见了 这层滤镜啊会让照片的整体拥有全新的颜色效果 下面呢就介绍两种照片滤镜的使用方法来适应不同的案例 第一种方法呀是以增强照片现有的颜色范围 不以调色为目的 只是增强现有的颜色 我先把调整量设置到100 这样啊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照片滤镜的工作原理了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 日落时太阳被云挡住散发出粉色的光线 我想要让整张照片都被粉色的光笼罩 这时呢我就可以添加照片滤镜 将色相呢选择在粉色和红色附近 在色相设置中啊 最左和最右其实都是红色 区别呢在于左侧可以让红色呢偏向橘色 而右侧的红色呢可以偏向粉色 如果调整之后啊觉得太粉了 可以通过调整饱和度设置来改变整体的厌力程度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很夸张 但是当我降低调整量的时候 神奇的效果就会出现了 所以我建议每次先将调整量放到10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不违背自然的前提下 为照片增加淡淡的颜色来渲染气氛 保持亮度这个选项啊 它的默认是被勾选的 它会在照片原有的亮度基础上增加颜色 这让照片呢显得更为自然 当调整量很低调色效果不明显的时候 就不用选择这个保持亮度了 它可以让调色的效果呢更浓重 当调整量为10的时候 天空和云的颜色略有一些不自然 当我降低调整量为5的时候呢 颜色滤镜的效果几乎就没有了 如果这个时候去掉保持亮度这个设置 那么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 显得更自然 所以这个工具啊可以让原本没那么好看的日落 立刻呢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种照片滤镜的使用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呢是以改编照片整体色调为目的的使用方法 把一张没有什么特点的照片呢 瞬间变成有末日废墟风格的照片 首先进入层界面选择添加新的调整层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照片滤镜的效果和原照片分开 不在原照片上做任何的改动 这样啊可以很好的控制照片滤镜的效果 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应用在任何一个对照片影响比较大的操作上 之后呢还可以随时的删除和修改这个效果 添加完毕之后啊我们就回到专业功能界面当中进入照片滤镜 这次将调整量呢拉到100 拖动下面的色相 添加一些黄色让照片有一种旧旧的感觉 现在呢看上去怪怪的 进入到层界面回到我们刚才的调整层 接下来啊就是一步神奇的操作了 在调整层下面呢有一个混合模式 点击选择变暗 怎么样末日废墟风格是不是就出来了 调整量呢可以控制这一层的整体透明度 照片滤镜中的饱和度设置呢 可以降低黄色的数量 直到调到感觉比较自然为止 这种改变照片整体颜色风格的方法呀 可以让你的照片和所在的环境更搭配 例如将照片放在网站或者是画册设计里的时候 可以保持整体的设计一致 在领教了照片滤镜的神奇效果之后啊 另一个神奇的工具来了 和照片滤镜算是亲兄弟 功能的操作方法呢很类似 区别呢在于它是用来给照片中的高光和阴影部分 分别套用颜色滤镜的工具 它呢就是色调分离功能 色调分离功能提供了更为智能的可操控性 特别是在城市风光当中 高光和阴影的色调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高光呢通常都是暖色的 而阴影呢是冷色调 通过色调分离可以让一张照片从冷色调轻松的改为暖色调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的高光部分 也就是所有的日落和灯光照亮的部分 添加一些暖色 红色橘色或者是黄色呀都属于暖色调 然后通过提高饱和度来增加暖色的程度 这个设置啊让原本光效不明显的部分呢增加了暖色调 阴影部分现在是冷色调 日落后的颜色呢本来就是偏蓝的 如果添加其他的颜色呀会让照片看起来有点怪 所以我现在呢只在阴影部分增加一点点的暖色就可以了 把色相呢拖向蓝色提高饱和度 让色相的颜色呢先显示出来 然后啊我们再回到色相向右调整 让蓝色呢偏向暖色 上面这些设置都是根据照片中的实际高光和阴影的范围进行调整 通过功能最下方的平衡设置可以打破这一界限 根据上面设置的高光和阴影颜色 我可以通过平衡设置 让整体的色调偏向阴影的粉蓝色 或者偏向高光的暖黄色 最后呢通过最上方的调整量 微调整体的效果 这样就通过色调分离功能 让整张照片从最开始的蓝绿冷色调 变成了粉蓝的暖色调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